我們先來看看效果 剛才我播放的歌曲 都是使用Woodle AI創建的 讲真的 第一次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竟然是使用AI创建的 声音也是非常贴合真人的 甚至可以达到一架乱真的效果 这可能是目前为止 我发现的最好用的 AI创造音乐的工具 从声音真实度来讲 Woodle AI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就已经超过了Sonar V3 并且目前Woodle AI处于测试阶段 每个用户每个月 可以创建1200首歌曲 这么大的免费使用额度 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最近一段时间 AI创作音乐成为了大火话题 相信很多小伙伴 也体验了前段时间 推出的Sonar V3 并且我也有做过 有关Sonar V3的内容 但是很显然 Sonar V3遇到了最大的竞争对手 那就是Woodle AI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如何使用Woodle AI创造歌曲 以及变现的方法和使用场景 顺便说一句 如果有小伙伴 对Sonar AI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卡片 这样就可以看到 我发布的Sonar AI使用教程 以及变现方法了 首先我们通过视频下方 说明栏里的链接 进入Woodle AI的官网 点击右上角的三印 在这里可以选择登录的方式 我选择使用谷歌进行登录 个人信息界面 填写一个名称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是可选项 直接不填 点击提交 这样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在网站的首页上 有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 可供我们参考 我们自己制作的歌曲 也可以发布在这里 与其他的创作者进行交流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听听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怎么进行音乐创作 就操作来讲 Woodle AI和Sooner AI是很像的 我们可以使用提示词和标签 创作歌曲 也可以自己提供歌词 让AI将我们提供的歌词演唱出来 同样还有一些辅助功能 比如自动模式 手动模式 以及一些功能按钮 可以对创作后的歌曲进行二次创作 比如延长 混音 再编辑等等 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我都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并且 我会将不同的功能 区分成不同的章节 小伙伴们可以根据进度 筛选观看的内容和顺序 这样就可以节约大家的时间了 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我们点击操作面板 可以通过随机提示词 寻找创作灵感 创建歌曲 也可以自行输入描述词 输入提示词之后 点击创建就可以了 小伙伴们也可以选择下方提供的建议标签 点击箭头滑动标签 方便我们选择合适的标签 有了标签和提示词 就可以创造音乐了 每次创建 会提供两种不同的音乐可能性 即便是相同的描述 也会创建出不同的歌曲 如果我们输入的提示词 创建出来的歌曲 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只需要再次点击创建 就会创建新的歌曲 直到创建出我们满意的歌曲为止 我在这里输入一个提示词 可以看到下方出现了一些建议使用的标签 重新选择一个标签试试 这里我选择独立音乐 会出现相关的标签和提示词 我们随便选择几个 点击创建 由于最近使用的人数激增 创建的速度可能比较慢 这次创建大概用了8分钟 但是我之后也进行了几次创建 耗时是30秒左右 可能也和使用人数有关 我们分别来听一下看看效果 我们分别来听一下 もう太能力 我们分别去找到水里的泪 我们分别来听一下 感觉到几次之间的几次回OULD 我们分别来听一下 在默认的情况下 Udo AI会根据我们提供的提示词 创建适合歌曲的歌词 如果我们想要使用自己提供的歌词 可以在歌词提示框位置 选择自定义模式 将歌词粘贴在文本输入位置 我们也可以添加特殊的描述符 比如主歌、副歌、和声、吉他伴奏 等等增加歌曲的趣味性 歌曲支持的语言分别为以下几种 中文、日语、俄语、波兰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 由于Udo AI一般会创建30秒左右的歌曲 因此对于大部分风格的歌词 输入六行就可以了 节奏快一些的歌曲可以适当的多一些 节奏慢一些的歌曲可以减少行数 我们这里尝试使用英文进行创作 我在这里选择了随机提示词 打开XIGPT 这里根据我们的提示词 让XIGPT写出一段歌词 我在这里对歌词进行了划分 添加了描述符 然后区分了歌曲的模块 点击创建 看看效果怎么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建 我以同样的方法尝试了中文的歌词 效果没有英文的好 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不过听起来还是很好玩的 我在这里放一小段 大家可以听听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创建 如果我们想要创建纯音乐演奏 这里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选择乐器模式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也就是说创建的乐曲中 可能会有一定的人声 如果想要尽量避免的话 可以尝试开启自动模式 在建议标签那里 选择原声吉他 小提琴 长笔等等 这样的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通常来讲 在默认的自动模式下 我们点击创建之后 系统会自动增加一些必要的细节 以便于能够生成让我们满意的歌曲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自动重写也对我们的创作形成了一定的限制 会让我们的提示词出现一定程度的阉割 如果我们对自动模式不满意的话 在这里可以切换为手动模式 在手动模式下会更加按照我们的提示词进行处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Woodle AI可能会理解不了我们的部分内容 这里需要我们谨慎地填写提示词 按照Woodle AI的设置 生成的音乐长度一般是32秒 我们找到已经生成的歌曲 点击Extend 我们可以点击下面的选项来增加歌曲的长度 这里分别可以选择增加前奏尾奏 在原有的歌曲增加前后部分 这里一共可以构建10个部分 也就是说可以重复添加前后部分 总长度为10个模块 这里会自动显示原有的描述词 如果我们的曲风变化不大 节奏一致 按照原有的提示词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想要增加反差比较大的部分 则可以通过修改提示词来实现 如果对修改后的结果不满意的话 也可以复制粘贴原有的提示词 重新生成曲风一致的歌曲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混音功能如何使用 我们找到已经生成的歌曲 点击混音 和其他的几种模式一样 在这里所有的内容都可以进行更改 如果使用原有的提示词 则风格变化不会太大 如果我们想要对歌曲做出改变 在修改之后 需要调整混音强度 强度越大 歌曲的变化也就越明显 如果我们对歌曲进行了比较大的改变 例如改变歌词等等 我们应当适当地将混音强度调大 以便AI可以正常工作 关于AI创作歌曲的变现思路 我在Soner那期视频中 有进行全面的讲解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描述栏中的链接 查看相关的内容 在这里我主要对使用场景进行举例 如果有小伙伴喜欢音乐 但是无法进行专业的音乐创作 那么AI生成音乐工具 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现兴趣的平台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想法转换为歌曲 轻轻松松的就能制作出个性化的音乐作品 如果小伙伴是音乐创作人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AI音乐生成工具 寻找创作的灵感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尝试不同的风格和旋律 从而提高我们的创作效率 如果小伙伴是内容创作者 我们可以使用AI生成合适的背景音乐 提高剪辑的效率 如果有小伙伴从事广告和媒体行业 我们可以通过AI音乐生成工具 来为我们的广告和节目定制音乐 这样可以节省制作的成本 并且相对灵活 以上就是我对Woodoo AI的全部介绍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通过下方的链接 申请使用权限 一起来体验AI带来的乐趣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